剛好要不露臉的狀況下,用電腦直播 那電腦直播呢,有一個朋友問我說 電腦怎麼直播啊? 手機有鏡頭啊? 電腦沒有鏡頭啊? 現在有外接的吧? 套那個上面 這有兩個回答方式 一個,如果你是用Notebook的話,通常是內建的 Notebook打開,本身都會打開,上面就有一個鏡頭 小小的鏡頭 其實如果你設定好的話,它只是打開就會開始直播 可是如果你是PC的話,通常是電腦是沒有的 你就要用外接的方式,用一個鏡頭 對,所以還是可以直播的 可是有些人可能就卡住了 啊,電腦沒有鏡頭怎麼直播 是可以的 那當然人,你沒有人怎麼操作對不對? 大家覺得啊,如果我們先排一下順序 哪一個最重要? 手機 人,沒錯 好,第二個呢? 手機 沒錯,手機 因為如果有人跟手機,其實我就可以開始直播了 其他的都沒有,都沒關係 就至少是開始嘛 很多人就是想太多 啊,我沒有腳架,我沒有慢客服 我沒有吃太多 我不敢直播欸 不對,人跟手機是最重要的 好,這邊接下來就是開始講心態 這邊,接下來就是開始講心態 直播就是感作 當你感作之後已經贏人家非常非常多了 好,然後再來到創意 大家覺得你的直播 如果今天你們想直播的話 有什麼創意的方式? 有沒有你們曾經想過想要做什麼樣的直播 有這樣的創意的感覺? 我開頭裡面有個Slogan 每一次開頭就傳句 相同的Slogan 比較大家記住你 對對對 人家是清楚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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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比如說你叫 比如說有某個人叫美麗好了 大家好我是美麗 讓你天天都美麗 類似這樣子 對對對 哈囉大家好我是艾薇老師 這是我的標準的 開頭 大家好我是艾薇老師 今天呢要告訴大家的是什麼 今天跟你分享的是什麼 好,我真的還沒有想出我自己的Slogan 這個可以再思考一下 大家也可以去想一下你自己的Slogan 那讓別人記住你 那我講一個有創意的部分 這個是我的同學 我的同學他做的 他不是直播他是T-Talk的影片 我覺得很有創意跟大家分享 他是一個那個 嗯 就是重球 就是重球 肉體的方法 照著我怎麼講 幹就是這樣 你要退出去對不對 對 他就是退出去 還沒有打到球之前 又縮回來 退出去 還沒有打到球又縮回來 然後就一直重複同樣的動作 嗯 嗯 欸 創意 你知道那部影片 造成快十萬的觀看 都說你到底打不打 對 你到底在幹嘛 你這是做什麼 做什麼 然後更有趣的是很多人轉發 對 因為台灣人其實蠻可以 不是說台灣人 就是人性 有些人呢 就是我自己看得很無聊之後 我要讓別人身邊的朋友跟我一樣很無聊 就會把他轉發出去 這很有趣 這就是創意 這就是舉個例子 但我不是很心想 不是很喜歡這個模式 因為其實有點惡作劇 對 你可以想一個創意是 沒有惡作劇的創意 對 你可以想一個創意是